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戴眼镜 没戴眼镜就看不到小超了 这个很严重 因为以前每次都有戴眼镜 没戴眼镜 戴个眼镜 蛮帅的 帅锅 就是在那个谈晨曦里的那一集里面 我有提到张安乐 那么就有人在YouTube上面留言 他说这个张安乐是支持韩国瑜选总统的 那你是反对的 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交情呢 我现在就回答 假如我跟张安乐都是这么不成熟的人 他们当初也不会变成朋友 也不会变成朋友 另外 我好像是 就是在上个礼拜吧 我是在脸书上面也有提到 说是这个 有很多 韩粉的朋友 真的是有交情的 他是韩粉 那么经过这 特别是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他们就是跟我解除了脸书的朋友的关系 还有些在LINE的寻服 他主动自动退出去了 我说我蛮难过的 那就有不少的脸书的朋友在留言 说你不要难过 这些人也不值得你去 伤心啊 在意啊 但是我现在想解释一下 我不是为我难过 我是为他们难过 这种做法真的是不成熟 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是讲 我刚刚就讲 假定我跟张安乐都是这么不成熟 当初也不会变成朋友 你们认识很久了 蛮久了 其实是1985年 1985年 主要是江南命案 江南命案我开始采访 那张安乐的时候是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 因为他手上有陈其里的这个录音带 陈其里就是做完江南命案之后 留了录音带在那边 那么张安乐就想利用这个录音带来救 也不能说是救了 也不能说是救了 来保护陈其里 不被杀人灭口 所以他就录音带抓在手上 后来他还撤出来讲 笑五 都是为了保陈其里 那我那个时候是在北美日报 纽约的北美日报做记者 负责 我在前面一集里面也解采过 我是那个报纸唯一的记者 药文记者 负责采访江南命案 所以那个时候又通过电话 最早的时候是通过电话跟他做采访 那么我回想起来 就是张安乐对我开始有这种 怎么讲呢 习财的心 是吗 心心相习 也不能讲习财 就是说他对我可能产生一些 比较正面的看法 这样讲也不太对了 就是说 觉得你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我不是一个记者 可能是因为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 就是这个江南命案 就是这个录音带 因为这个录音带 是所有的记者都想要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内容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是跟江南命案 当然是有关系 是陈其里留下来的 所以大家都想要 那我也跟他谈了这个事情 他答应了 他答应让我发表 我的时候是在北美日报 我其实是个小报纸 其实以张安乐的背景来讲 他这个东西想要发表的话 他应该是交给中国时报 联合报这种大报纸 他怎么会交给小报纸呢 所以他那个时候 应该就是对我已经有一种评价了 所以他答应让我发表 可是呢 就在发表之前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 很为难 他说国际日报的谭世英 谭世英其实是我学妹 谭世英那时候是在国际日报 国际日报是在西部的比较大的华文报纸 洛杉矶 所以谭世英知道了这个东西 就跟他要求 说是交给他发表 录音带交给他发表 那张安乐就跟我讲 他很为难 因为谭世英在那边跟他是有交情的 第一个是有交情他们认识的 第二个一个女孩子 美女 美人际 呃 长得不错 确实是不错 他是蛮有味道的一个女孩子 当年你像 当年女孩子啊 他听摇滚乐的 那很特别 很少见 他不但是听摇滚乐 而且他听得蛮深的 就是以我们比较知道摇滚的 听得蛮深的 他听什么 Led Zeppelin这些这些乐团 那个那时候不要说是女孩子了 男的很多都不知道 啊 那么 张安乐就跟我商量了 他说我很为难 因为谭世英也是朋友嘛 又是个女孩子给我做这个要求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拒绝 他说这样子好不好 他提议 他说我把录音带里面的一些比较关键的内容 嗯 讯息 发表出去 但是录音带的全部的内容 是谭世英发表 嗯 我相信 这个事情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张安乐对我是有一些 看法跟评价的 所以我们在后来的采访都很顺利 那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面是在1985年 嗯 第二年了 就是江南民安第二年 1986年5月 我们北美日报啊 嗯 那个时候我读了一个记者 叫杨文玉啊 他跟张安乐也是认识的 他的时候是 江南民安发生的时候 他是住在张安乐家的 他帮张安乐办一个杂志 叫做《风云杂志》 我等下会提到 那么他到了纽约来 我在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他 就把他拉进北美日报做记者 所以我们后来变成两个记者 比较是跑药文方面的 那 因为他跟张安乐熟嘛 后来我们就北美日报就出面 在纽约办了一个江南事件的公听会 那 类似是张安乐跟象拔金 却融资都来了 就是江南乙双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我记得很清楚 我还去接他们了 接他们的时候 这个话就长了 他们从那天开始 就被联邦的密探渗透在旁边 录营 所以后来 主联邦的案子在美国 开始审的时候 第一天放录营带 里面还有我的话 都在里面讲话 男子A 总而言之就是说 我们是这样子认识的 那 我想 讲讲我知道的张安乐 特别是他支持统一 很多人 现在台湾的很多人认为 他是拿了中共的钱 才推动统一的 他有个中华统一处进到 但是我也要很负责地在这边讲 我绝不相信 张安乐不是拿人家钱才来推动统一的 绝对不是 他在三十多年前就是这个思想 就是大中国思想 我刚刚讲过 三十多年前 江南命案是1985年 已经是35年前 他是在江南命案之前就到了美国 在斯坦福练书 他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同舟社 这个社团为什么叫同舟社呢 就是他认为台湾跟大陆是在一条船上面的 同舟社 他这个社主要就是把台湾的学生跟大陆的学生拉在一起 他那个时候就是主张统一的 不是现在 不是说是在中国大陆 拿了中共的钱才回到台湾来推动统一 不是的 绝对不是的 他在中国大陆确实有做生意 没有错 没有错 我就再重复一遍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 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他也不可能是 前几年 我曾经 在上一次大选吧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你们中华统一出境党为什么不退候选人呢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 怎么回答 他说选举是要钱的 他没有前推候选人 他没有前推候选人 所以中华统一出境党 据我知道他们只有很基层的 比如说里长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很基层的 再高档一点的 他根本连这个参加推候选人参加选举的经费都没有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要开场是讲的这个 再一个就是说因为张恩乐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讲 其实还是一个蛮特别的 无缘无故变成一个重要的因子 因为我跟运行第一次的约会 我那时候在曼谷 那我们在台湾的第一次的约会 那我们在台湾的第一次的约会 也是第一次的面对面碰面 也是第一次的面对面碰面 是在张恩乐家 2014年年底除夕 2014年年底除夕 2014年年除夕是算第二年呢 还是算算这一年 所谓除夕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2014年的一月底 是算农历的话是新的一年吗 OK 不管怎么讲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曼谷的世界日报 负责 其实我以前每次录这个东西啊 其实都靠得很近 这个眼镜看来还可以 但是现在有这个距离反而模糊了 这样就好了 看起来有老人家的感觉 很好 那我那个时候在这个 世界日报帮他做缅甸版 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做 所以根本长达半年的时间没有休假 但是那一年的有廉价 农历年嘛 华文的报纸农历有廉价 所以我就很难得的有假期 我就跟运兴提议 说是不是来台湾跟你见面呢 他听得好兴奋啊 是谁兴奋 是谁开心 我 我啦 好啦 我们都开心 那我要回来回台湾嘛 就是有跟几个朋友提说 我要回台湾 也跟了一个这个 高级外省人 你的朋友都是一些 经文上的人物 我也跟郭冠英 这个我跟他也是朋友 对不对 理念虽然很多地方不太一样 但是我刚刚讲过 大家都是成熟的人了 不只是成熟了 我明天七十岁了 个老头子了 对不对 个人有个人的政治观点 个人有个人的那个 但是这些不影响交情 这是很清楚的 那我跟郭冠英 听了 郭冠英说 这个正好啊 这个白狼 他跟白狼也熟嘛 他说白狼这个 连夜饭 他们家有请连夜饭 你也一起来啊 好了 我说好啊 那你就跟白狼讲一声嘛 因为我跟白狼有这个交情嘛 他虽然不知道我回来 但是我回来说 是要跟他碰个面 这个交情总是有 所以就安排好了 到这个白狼人家见面 那当天到了时候 我们进去啊 白狼人家说 诶 这你女儿啊 这你女儿啊 我说不是了 所以那天我们在那边见面 后来我也贴了图片出来嘛 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这个 轩然大波 轩然大波 还有什么自由时报 什么都登啊 登出来说是什么蛇鼠一窝啊 对不对 我觉得很无聊嘛 对不对 就是朋友在一起吃个饭嘛 那 你那个时候听到我跟你讲说是我们见面之后 当天晚上 因为我是足迹的天到的嘛 当天晚上到白狼人家吃饭 你是什么感想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说 会不会太没礼貌 就是第一次见面 就到人家家里去过年吃年夜饭 会不会很没礼貌 我问的重点不在这边呢 我问的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白狼是 就是我们所谓的黑道人士嘛 可是那时候 虽然我也听过白狼 但是也因为不认识他 也只是从电视上知道 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 说实在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就是也不觉得他好像是很罪恶的人 好像见了面就会被砍一个手臂 一个会被挑断脚筋 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我不会认为他是那么羞恨的人 所以我不会把他当成是说 是一个大哥 是一个名人 你在新闻上看过他 大概知道他长了什么样子 那你当天看到他本人呢 你感觉是什么样 本人倒是蛮文质兵鸣的 就让我觉得蛮意外 就是这样子是大哥吗 就是他会感觉无害 就是跟隔壁邻居的一个 可能是当教授的爸爸 可能是隔壁邻居的爸爸当教授的人 你觉得差不多 就那种感觉 文质彬彬的 然后也蛮客气礼貌 讲话也是轻声细语的 就没有那种好像赐龙赐鳌 然后没事就拍桌子 不是就不是那种人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 电影看太多 真的都是电影看太多 什么什么蒙甲 那个是这样 根本就是乱拍了 真的 真正的这些社会也不是那个样子 真正的打架也不是那个样子 真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柬埔寨 带了儿子女儿去那边玩 那也到陈基里家去 陈基里家去 很热情 还特地做了这个 金边最有名的大头虾 各位 你们如果去金边一定要尝尝这个大头虾 大头虾呢 不是吃他的肉 是吃他的脑 我跟你讲 人间美味 那天他就做了大头虾 反正是聊天啊 嘻嘻哈哈 我们家有个癞蛤蟆 对 我刚刚就在看他 好想要把他带走 我们家生态很丰富 家里面有癞蛤蟆 讲了一半 那 谈笑风生 陈基里 他是一个谈笑风生的种 那小孩子听得嘻嘻哈哈 好高兴 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旅馆嘛 女儿就跟我讲 他怎么一点都不像个人 Gangster Gangster就是 就是 英文的这个 黑道人 流氓啊 之类的 我就跟他说 我说 这个才是大哥 那些喊打喊杀的小弟 早就死光了 死在路边了 怎么讲到这边来了 讲到白狼的感觉 那 当天我们在家 吃 连夜饭嘛 你有没有想 去之前 你有没有想象过 他的家可能会是怎么样 嗯 没有特别想过 但是有想过 可能会有什么 小弟站在旁边之类的 对 什么黑衣人 有没有想象 有没有想象 就是说在 你在黑道电影里面看过的 没有 对啊 门口 就有人站梗那一种 结果呢 很普通的一个民宅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民宅 一个应该是三楼吧 我都不太记得了 一楼他住一楼 那就是三层楼的房子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在一楼 三层楼啦 就等于有点像透天处的这种 对对对 是一个联动的那种 对对 联动的 嗯 等于说只有前院 后院有没有都不知道 不知道 前面是很小 一个很小的院 对 就是说跟 我也认识 很多个黑道大哥 有不少是住豪宅的 院子很大 张安乐的家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普通 一般民宅 就是综合的 有个小公园对面 对对对 我忘记什么公园了 就是很普通的民宅 那我这边会放一张 我们当天吃连夜饭的这个 图片 你就可以知道 连桌子都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一个桌子 就是 他一楼就是等于客厅跟这个 厨房都在一起 在一起 很普通的了 嗯 那 几分钟了 20分 快21分钟 快20分钟 我们想 我想 就 就此 要把它暂时打住 啊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 重点 就在于就是说 啊 很多人 看人 都是一种那种刻板印象 啊 认为说是黑道大哥 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认为说是他在大陆做生意 啊 啊 那现在来推动统一 就是因为 一定是接受了大陆的这个金钱的资助啊 什么样怎么样 不是的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啊 那张恩乐 我一直很佩服他 他始终如一 嗯 几十年下来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而且 主张 中国要跟台湾统一 他上一次从 真正回来的时候 不是手上就拿一本书吗 一国两制 对 这个 明刀 明枪 啊 就是大马劲刀 我就是这个主张 嗯 这个 主张统一哈 其实 在台湾的市场 越来越小 真的是越来越小 是吧 在我们那个年代 主张统一的人 比现在多得太多了 嗯 但是呢 哈 他 从来没有放弃过 啊 中华统一 促进党 在经费这么拮据 我刚刚提到 连候选人都退不出来 他还是坚定的 走这条路 这个 我认为是值得敬佩的 值得敬佩的 在台湾 各种主张都有嘛 主张独立的 可以啊 主张统一 可以啊 是不是 你只要 要不要是用暴力行为 来推翻政府 就就不会出法嘛 就也没有这个问题嘛 不要 随便给人家戴帽子 其实我很不喜欢听到 有些名词 什么田共 多难听嘛 用这个字干嘛 是不是 亲中 亲共 不要用我怎么样 OK啦 不要用田嘛 是吧 那 男婴也一样嘛 什么绿区不绿区的 是不是 现在 现在我也变成叛徒了 是不是 树点望主 树点望主啊 然后 也有人认为我现在是绿区啊 无聊 就是说不过人家才会讲那些 对不对 无聊 取这种不好听的名字 大家要谈论事情可以嘛 OK 好好谈嘛 你要把人家改个名字干嘛 对 蔡英文 改成这个 英尖的英文字的文 干嘛嘛 无聊透顶嘛 是不是 不会给你加分的 嗯 李加分 嗯 好久不见这个名字 好 这个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是两个人 两个人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啊 聊聊天 然后我停电的时候 你可以接嘛 对 没错 就今天就讲到这边 然后我们等一下 还会来一个双人直播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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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不是要来一个special 我第一次 我那时候在美国 有一次第一次回台湾 我朋友带我到理容院去 然后就按摩 给你聊点special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先生你要不要special 我没听懂 我没听懂 我以为纸杯秀 哦 紫杯秀 我想说台湾怎么有这个名字 这么华丽 什么紫杯秀 也太华丽了 我有的时候 其实我对语言的理解人 也有时候很奇怪 我会想到 想到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要表演什么魔术的 紫杯秀 然后你们同意 你有没有要接受 这个我就不讲了 这个在 怕引起家庭革命 没有必要在这边讲 家庭什么革命 那时候我还跟你 还没有家庭啊 我这三四十年前的事情 好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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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